本日为史上最硬的心智教招 历经了14天的精识训练 在今天下午4点钟解招了 这14天来招远们实际的操作建制军备 参与实弹射击 还有长22公里的行军训练 大多都认为说 这次的教招过得非常的充实 而国防部长邱国震也表示 未来将会立招办理 铁门一开 招远们坐在军卡上热情挥手 很棒 不行走出营区的赵远 脸上笑意藏不住 因为他们终于撑过14天心智教招 你们交往多久 很久 睽違两周没见面 赵远看到女友亲自来迎接 双方警报一切静在不严重 稍微会累一点点这样 就过得很精实这样 很充实这样 会不会14天觉得太久了一点 不会刚刚好 怎么说 暂时的自由 14天不见了觉得他变瘦 变瘦了变帅了吗 差不多没什么变 星智教招号称史上最硬 每天受课10小时 专长复训射击和战斗训练 其中三天22公里战术新军 还有各种突发状况演练 全面提升防卫能力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召员们感受最深刻 是觉得蛮累的 但是觉得还蛮愉快的 跟大家在一起相处还不错 教官他们也都教得很好 回答都很一致 有点累 很精实 而且同袍之间感情不错 士气高昂 很不错的话 我想以后北中南各传区 他们在接教招所 都会比照的模式来做 这些招员绝大部分 士气都非常高啊 我看到的是我们这些年轻人 愿意来接受这些训练 新制教招 第一梯次结招 整体表现都算顺利 也没有兆员 因为遗失供发品而赔偿 把装备搅回后 带着行囊走出营区 享受自由空气 记者零选介绍一声SNG小组同源报道